各位早安佛工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星期五 我们一样来分享 师父上人的著作 人间佛教佛陀本怀 我们的进度来到第五章 当代人间佛教的发展 谈到第三节的 这个就是弘法的活动 当然也讲到 从佛教会的成立 各方面 这些佛教的一些进展 那就现在要谈这个 在266页的 有关青年学佛运动 师父真的是 他终起一生为佛教的努力 特别是栽培人才 而且不清后学 他重视青年的接引 从师父他年轻 重视青年 即便是到他的老年晚年 他心心念念的 还是佛教有青年 青年需要佛教 佛教需要青年 这个才有传承 所以我们来看 首先是在各大学 要成立佛学社团的 讲到周宣德居士 师父就说 他对台湾佛教 影响最大的就是 受到师父的邀请 师父邀请他 参与佛教青年运动 这个当然其实讲起来 是有一个机缘 当然这个一个很重要的 转折的机缘 还是来自于我们的师父 只是说就赋予了周宣德居士 好像承接下这个 在大专院校 这个办青年的 这个佛学社团 青年的学佛运动 这些都有关系 我们继续来看 师父说 因为 师父说他知道 佛教需要青年 青年也需要佛教 所以在1953年 54年的时候 就想发起青年学佛运动 那 哇 195354年 很多人都还没出生 好 所以后来呢 就有了一个机缘 知道台湾大学 等多所学校的青年 如 王上义 吴仪 张尚德等人 愿意来参与佛教的集会 于是我把二十余位青年 约在台北的散岛寺见面 好 各位看 师父说 有人问师父 怎么几十年内 就是能够把佛教 整个现代化 整个国际化 师父就讲 就是英语 英语元 这两个字 就是成就了一切 英语会成就一切 师父看到年轻人 就想着要让他们 怎么集合起来 让他们 有一个 好像一个团体来学佛 这样 所以师父是一直看到英语的 也应该讲 英语一直都在 我们的师父 就很善于 去发现英语 好 所以师父找 这几位年轻人一起 那大家就决意 到台北县 中和乡 就是现在 新北市 中和区 那里的原通室 这上面还附了一张 原通室的照片 也是很清幽 那这个 一所古刹 好 所以说他们 第一次集会之后 就决定要到 原通室去参访 去交游 参观寺院 举办活动 那人数 他们规划 以八十人为限 会议决定之后 当时的物医法师 负责散导室 就与代警告的 对我们的师父说 你下次不要再把这许多年轻人 带到散导室来 为了这许多青年人 就要花去多少费用 这我们可负担不起 这段话我们在 佛学院读书的时候 师父讲给我们听 师父当时是 就师父跟物医老呢 这个也是 叫 也是怎么讲 这个法源很深嘛 好 那总是呢 师父当时也蛮失望的 就是说 青年到底 要怎么样可以融入佛教 如果我们佛教都说 这年轻人只会来这里唱歌 吵闹 吃喝 都是 这个好像赔钱 就不要青年 师父说这样 佛教就没有未来的 所以当时师父 蛮失望的 就是 那不能 师父说他心里 他一听 心里一急 就想 这怎么办呢 我在台北 没有一个落脚处 总不能老是和青年人 在路上会面吧 那这个时候呢 就看到 前来参与的 周宣德先生 就说 师父就告诉他 说周居士 星期天在中科源通事 和青年见面 这个活动 说那一天呢 我有特殊的事情 恐怕 就不能来参加 就拜托你 领导他们好吗 这个周居士一听 周宣德居士 他很欢喜 满口就答应 他说没问题 没问题 后来周宣德居士 也就因此一手 接办起大专青年的活动 这个活动呢 就 就是 怎么 还好有这位周居士 把他接过来 不然如果大家都嫌青年 都是消耗 这些等等 其实师父自己到宜兰念佛会 当时不也是这样吗 就是 那还好 师父亲自带领 总是把这些青年给留下来 而且到现在 都是参与开山的 我们的长老法师们 那所以 当时因为师父没有在台北 有个地方 就拜托给了周居士 说除此之外 台湾早期的大专青年学佛基金会 带动青年学佛 南天法师也有功劳的 他说动 就说服了这个 加拿大 来自加拿大的 张力武先生 把重庆南路 有一栋四层楼的房子卖出 所有的收入都捐作 大专青年奖学金 就是后来的 汇聚杂志社的前身 叫汇聚学社 我们对汇聚杂志社 是很熟悉的 我们熟悉的几个老朋友 也都在汇聚杂志社服务 好 那么周宣德居士 是受到加拿大 张力武居士的资助 就成立了汇聚学社 鼓励青年写作 结缘佛教书籍 如李恒岳居士的 向受过现代教育的人 介绍佛教等 应行了不止数十万册 分送给青年阅读 提供奖学金 鼓励撰写心得 借此带动青年学佛 有一本杂志 从1957年起 大概就是三年后 1957年起 说周剧是在各大学 都成立了佛学社团 例如台湾大学的晨熙学社 这很有名 那我们的会开发 是在台大数学系就读的时候 也是参加晨熙社 好 师范大学的中道学社 政治大学的东方文化社 中心大学的智海学社等 成就了不少佛教的人才 说起来 佛教社团在大学 可以这样顺利的推动 不能不感谢在大学里任教的周邦道 和李炳南周宣德张立武 这些老居士的协助 所以佛教要发展一路走来 并不是说随缘 他自己就会成为现在这样子的一番景象 其实不是 这真的很多人 特别我觉得那个发起的因缘 我们的师父重视青年 从最早开始推动了这个学佛 青年学佛 那另外呢 还有就是师父就讲到 这个营队的社团 带动青年学佛 不只是就不只是在各大学 有这些佛学社团 师父讲了说 那个时候还是戒严的时期 可以举办青年活动的 就只有救国团了 师父说他有一个很好的运气 认识了蒋经国最信任的 救国团执行长宋时选先生 师父就跟他讲 说他要办禅学下令营 这位宋先生就也很赞同 所以呢就在1969年 在佛光山 1969年 佛光山这个开山是 1967年 命国56年 1967也就是说 开山其实都还在建设中 尤其那个草创期真的是 这个物力维艰 什么都很艰困 但是师父一心要度青年 就已经想尽办法 透过这个叫救国团 这个组织 然后呢 等于说好像合办活动这样 这几半 戒严时期不能办 但是你挂个救国团的 这个救国团的 他们的团旗 就好像说 这个是政府认同的 这可以办的 就不会有人来找麻烦的 好 所以才开山的第三年 1969年 在佛光山开办的 大专青年佛学夏令营 为了顺利举办夏令营 唯请当时在高雄 救国团服务的张培根 张老师 借了几面救国团的旗子 插在佛光山的门口 当然当时也还没有正式的三门 就是建筑中 就是那个门口 东方佛教学院的门口 说我们才得以豁免 政府当局的干涉 使得活动顺利展开 说当时 救国团是蒋经国先生 所领导的团体 有了蒋经国 就救国团等于蒋经国 有了蒋经国三个字 为背井靠山 还有什么不能做的呢 所以就 这个几支救国团的旗子 往山门口一挂 就等于江太公在此 百无尽其 就好像平安府 保平安的 后来的佛教青年 那例如 一空法师 空师才刚刚 这个来到我们沃泰华 这个佛学讲座 他就是当时的 那当然还有 就一空法师 赵慧法师 薛正直 古千美 游慧真等 都是这一期的学员 那第二期 要在举办的时候 本来只计划招收 大专千年一百名 给予两个星期的佛学教育 但很意外的 报名青年竟然 有四十多所的院校 总共总计 六百多人 这个在当时那个年代 真是不得了 但是各位想象 那还在开山 都没有那么多棉被 比如说 好我们来看 所以师傅把它 除了说分成两梯次 来举办之外 还要赶紧增加各项设备 尤其当时阵逢开山 经济拮据 也买不起请具 张培根就帮我 向军方借了上千条的毛毯 夏令营的课程中 需要外出旅行参观 没有交通工具 他又向 就张培根老师 他又向军营借了 三十辆军用卡车 来搭载 这许多学生 让我省下很多费用 迎对结束时 已经有 一百零八位 千年归一三宝 成为正信的佛教徒 在那个年代 千年学佛 这是非常稀有难得的 一百零八位 千年归一三宝 这在当时很轰动 可以说 早期台湾带动千年学佛的系统 除了周宣德的汇聚学社之外 就是佛光山的大专佛学夏令营 还有台中联社 李炳南老居士设立的明伦社 以及联姻市 颤元法师 以苦恨闻名的灾介会 那个时候 大家虽然经济都不好 可是都很热情 很卖力的在弘扬佛法 一心一意 要把人间佛教带给这些青年朋友 这个就是师父讲到说 这要弘法 要办活动 那台第一个 师父专门把它提出来的 就是千年学佛的运动 还是都是跟师父 这个因缘相当的紧密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其实明天星期六 我一整天的行程在哪里 从半夜四点出门 应该讲清晨吧 清晨四点出门 然后我一路到机场 飞到Winsor Winsor就佩平都岛 来接我去底特律 过这个进到美国海关 到底特律 下午有一场佛学讲座 那另外 还有底特律的会员大会 这个是我们绝返法师 邀请我去 说太多年没有去了 他们在提 我说当然好了 只要有需要 我都很乐意 时间还排得到 也可以讲 他们定时间也是配合我 星期天我一定要再到场 所以星期六的行程 就明天的行程 我说清晨出门 然后到半夜 当天来回 下午结束后 过海关到 这个Winsor的机场 就底特律到Winsor Winsor在飞回沃泰华 应该也是就是半夜的十二点半一点左右吧 很充实的一趟行程 要前往底特律 好 那么之后星期天 一样有我们的见识祈福法会 然后数十一脉 星期天下午 两点 就是我们五个分会 联合的分会干部的改选 各个分会 有的要选会长 有的要如何等等 所以如果您是在沃泰华地区的话 要关注这些事情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我们的多佛 我们的多佛